的確,剛剛有民眾提到公開展覽的部分 公開展覽是規定在都市計劃法第19條 主要計劃在送都委會審議前 因與該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公所公開展覽30天 還有舉行說明會 展覽完說明會結束後 才會提交都市計劃委員會來做審議 的確這個案件的都市計劃公開展覽 是距離現在有點過久 是在94年4月1號的時候 當時就辦了公開展覽的說明會 後來在這段期間也歷經了5次都委員會大會的審議 最近的一次是在99年12月624的都市計劃委員會大會 一般縣市政府的確在辦理的過程中 如果說審議的過程、審議的方案 跟當時一開始的公開展覽有所落差的時候 會要求來重新補辦公開展覽 後面如果我們的主辦機關要求我們這邊 來重新補辦公展的時候 我們會依照規定來重新來 依照他的規定來辦理 在上次99年12月提度委員會大會之後 上次大會是有幾點的要我們申請單位來 地方充分的跟民眾做溝通 另外一方案也有一些指導 所以我們是在101年的8月30號 在台北市都委會第637次大會提了報告案 並不是審議案是報告案 有關報告案的內容 後面如果說審議的過程中 從主辦機關要求我們重新公展的時候 我們會來辦理 剛才有潘先生有提到所提交的內容 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很具體的跟大家講 目前所提到的分區 那一樣是叫做社會福利的這個特地專用區 那在這個特地專用區的這個 含購內容裡面呢 主要是我們在這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裡面 正面容區使用的項目 已經具體的把醫療這個項目把它給刪除掉 所以呢 不需要承 不僅僅是後面的承諾 這邊目前有關這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後面正面列舉的管制項目 後面就是沒有醫療 所以民眾所疑慮的會不會有醫療 影響到這邊的一些這個意願或者是安寧 這部分 這部分是非常明確的 當然或許各位會對於我所講的 有所疑慮 那這部分後面在這個書件的呈現 跟這個紀錄的呈現上面 我相信都會給大家一個比較滿意的一個答覆 那這是有關都市計畫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我這部分先做這樣的這個離奇 謝謝